哈喽,大家好,我是萝卜 看前面这个正在开花的,就是楼斗菜 楼斗菜呢,我们一般是把它当一个两年生的植物来种植的 它呢,是在八月下旬的时候播种 然后到三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开花了 看我这个花,都是地灾了 是不是很好看 这个植物的话呢,它是可以自己接种子的 然后撑一朵花的时间呢,不太长 大概在三天左右就会掉落了 如果有蜜蜂来送粉的话,它会掉得更快 一般送粉成功之后,在一天之内差不多就会掉了 地灾之后,这个花还是很大的 它属于一种草花类 种植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不跳蜂,蜂蜂的蜂就可以了 地灾也是蜂蜂的没有问题 然后它也有很多花色 还有一种这样的花色 这个加工呢,对肥也不太挑 我去年种的时候呢,是把小苗放在营养波里面稍微培育了一下 把它弄大了一点之后再地灾了 地灾呢,挖了一个坑底下埋了一点鸡粪 然后再把这个花给种下去的 最近呢,下雨天的时候又撒了两次三元素的缝肥 现在就长这么大 这个老豆菜基本上是没什么病虫害的 非常的皮实 而且它还是一个可以带阴的植物 也就是说光照不是特别好的 地方呢,也是可以做开花的 当一个地灾食物使用呢,不要施太多的肥 你看我这个,施肥太多长的也是挺高的 差不多30厘米左右会有的 这个花呢,你不用担心一直要修剪残花这些事情 这个花的字节性还是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棵蚪栋菜呢,开花要早一点 大家看它已经接了种子了 这些花呢,我是没处理的 它自己会掉的 看地上这只花自己掉的花瓣 所以这个花的话,基本上不是什么需要打理 如果它夏天没有被热死的话 它还可以当一个刺激物来用 但是接着种子的话其实也没关系 它种子会直接掉下去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